佛晗德·佑晗 这个因缘是 友人佛的弟子里面问佛 佛出成道子以后 到陆委员去转法轮 焦尘如五必修 那么最先听佛说法得圣道 为什么会这么样呢 佛就说这个因缘 就讲这个故事 九元九元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叫嘉丽王 这个国王他这一天 带着皇宫里面的他这些女人 到野外去到深山里面去旅游 旅游可是他疲倦了 他就握着那里休息 他这些女人就另外到别的地方去走 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坐 看见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引辱先引 他有五百个弟子在这个山里面修行的 那么看见这个先引 这些女人就围着先引 这些先引就围着先引 讲解一些佛法的道理 那么这些女人听着很欢喜 可是这个嘉丽王睡醒了的时候 看着不看见女人了 那么现在他手里拿着箭 就搁出轴 看着在这里 那么就对这个先引就问他 说是你又没有得出车 得二车 得三车 得四车 特别得圣道 说是我没有得圣道 说你又没有得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说我没有得 说是没有得 你就是普通人嘛 你普通人 你有这么多地啊 女人在这里 这件事是可疑啊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修严辱 修严辱 这个王说 我试一试看见能不能严辱 这个嘉丽王拿着箭 就把他两只手可断 夹断 断了 断了 说是看他呢 面才不变 你在这干什么 他还说 我修严辱 这个嘉丽王又把他两只手 又说 割断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修严辱 他还说修严辱 所以我说严辱 把他鼻子也割断了 把耳朵也割断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修严辱 修严辱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五百个弟子从虚空里飞来了 飞来就对他说 对他称师父啊 说是你受这个王这样的回路 你这个隐辱的心呢 有没有死掉呢 所以我心里面不便宜 不受影响 心里面还是寂静的 还是平静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嘉丽王 哎呀 他这个 把他身体这样子破坏啊 他就面色不便 而一直说是隐辱 而他的弟子从虚空回来的呀 称他为师 就感觉这个也不是平常人呢 不平常人就向他忏悔呀 哎呀 说是您是神隐啊 我这 这样子对付你才是不对呀 我想你忏悔呀 这时候天空里面呢 乌云密布啊 这个雷 大雷 有大大风这样子 然后这个 银汝仙呢 就是对着天空说 说如果你们这些龙神呢 要是为了我这样子 不要 不要伤害这个国王 不要伤害他 他说完这话嘛 也就没有事了 然后这个 这个国王对这个银汝仙说啊 我也都感觉到 你不是平常人了啊 但是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修饮乳的呢 你 你在有什么表示呢 他说 我 我真实是修饮乳的 如果我是真实的呀 你断我的身体 流这个血 能变成乳 这是一个 第二 我能恢复圆障 我这个手足 我这个鼻子耳都割掉了 现在恢复圆状 这就表示我真实修饮乳的 那么这个 饮乳现在说完这话嘛 就恢复圆状了 流的血 而不是血 不是一般的血 是现乳似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家里王就是 就是 就是请他常到荒宫里来供养他 所以有这么一段故事 这里边呢 说他这个王似乎也是 懂得多少佛法的 他能问他 你有梅德是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他说梅德 得梅德是禅 只是梅有德 但是他有这样的功夫呢 我这么想 这也是得无声法也的菩萨了 他说梅德圣道 也梅德是禅 这个梅有德 是般若般若密的智慧境界 而不是说我们凡夫没有修行的人呢 说梅德出国 梅德是禅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得了圣道的人呢 你这些苦恼的境界 夹在他身上啊 他心里面能够不动 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原因呢 我们平常人呢 我们这个心呢 就在这些虚妄的境界上分别 在这虚妄的境界上分别 那么这个 这个刀剑呢 伤害他的身体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虚妄分别心 所存在的地方 所以你就受到了痛苦 这个得到圣道的圣音呢 他心里面呢 他要不入定你 他心里面也是观察这一切法 这样观察 但是他要正念呢 入定的时候呢 他心能由于圣地 由于第一地 是一切相地 似乎空中 无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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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眼耳鼻 是谁 这个毕竟空 这个第一地 这个地方 是无一切法相的 他这个心啊 能由于这个第一地了啊 你怎么样杀害他 他与第一地上没有关系 所以他不感觉痛 他会不感觉痛的 这是因为你得了圣道啊 会这样子 如果没得圣道 当然不行 没得圣道 你不要说刀割用针刺 你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修宵圣道啊 会有这种境界 能引入 你怎么样回路他 他心里面能够不动 而这个不动啊 很自然的 当然这是修行的功夫的境界 你没有修行 你勉强不来的 好